我们掌声有请下一位求职者 我本来是想要去学 这个讲师和培训师的 但是因为这个学费是非常高的 因为我觉得企业如果能够 培养我去做一个讲师 或者是培训师 我还是考虑的 我的生活我主宰 我不希望我自己的生活 为别人规划好 我希望我自己去开拓它 来完成我自己的一个梦想 大家好 我叫张娜 我毕业于中国财政金融大学的法律系 今天来到菲尼莫署的舞台 想要找一份培训师或者讲师的工作 当然各位boss还可以帮我推荐 我适合的工作 谢谢 请问老师好 你好 请问老师好 来 你的推荐理由 张娜有过很长时间的销售经历 并且销售的业绩非常的不错 然后也遭遇过生意当中的大起大落 所以做成过事 经历过失败 然后今天想来重新挑战 一个自己全新的领域 我觉得这样有追求 对自己有要求的年轻人 我们应该推荐 07年毕业的 是 已经十多年了 做过哪些工作 一直在做房地产销售 是卖我们平民百姓住的 还是卖豪宅 卖别墅 都有 都有 对 有住宅 公寓 然后别墅和豪宅 哪方面卖得好一点 最好成绩 只能说卖得好的时候 我觉得还是刚刚做这行的时候 先说卖豪宅吧 豪宅什么呢 就是离我最近的了 卖豪宅 就是我现在卖的豪宅 是2000万起的 2000万起多大 对 300平米的 300平米的 对 都哪些人买啊 有没有熟人呢 这上没有 如果这里有你的客户 你会说出来吗 不会 我们是有隐私的 客户隐私保护的 提成是怎么计算 提成 我最开始做的时候 是千分之二 我说现在 现在是什么 千四 那现在最好的业绩怎样 自从我们开盘吧 到现在我也就卖了个六套 然后我们的提点 是五万多块钱一套 接近六万 在这个卖豪宅的过程当中 会遇上什么 不开心的事吗 因为有钱的人 都比较有脾心嘛 家人的推荐 然后走进了 房地产这个圈 后来那个时候 我去的那个项目呢 那时候赶了08年 房特别的不好卖 然后我去的那个项目呢 还没有住宅 然后呢 是卖的是那个 五十年的这种公寓 我去了以后 然后因为我是个新人嘛 但是说 之前那些老人 也卖过好多房子以后 他们就不爱去 接待客户了 因为他觉得 大家已经很抵触 这种房子了 然后因为我就是一张白纸 我就觉得反正 我又不懂是住宅 和这个公寓什么区别 我只知道 它的产权是有区别 我就每天接过 我最多的一天 是接过三十个客户 因为没有人接待 就是我一个人 在接两三组的时候 我们那些同事 他还不会接待 因为他觉得没有谢 后来那个 我就第一个成交了 但是是五个月以来 这个项目的第一单公寓 然后我卖了三套 这个我觉得 应该是我自己的努力 得到的一个回报吧 就你地产销售这个事 我们深入聊一下 你把你大概的客户 分成哪几种类型 我们客户其实特别简单 因为卖普宅的时候 就给它分为 刚需行或投资行 你的销售策略 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们其实对大多数客户的时候 会观看客户的车钱 因为我们一进 看客户的车 对 一进门的时候 保安就会报 说哪位先生 谁的客户 比如说这会儿进来了一辆蓝色的劳斯莱斯 劳斯莱斯的主人进来了 身上穿那件蓝雕 说这个大波浪头 对 土豪呗 一身的骚蓝 车是骚蓝色 蓝雕也骚蓝色 对对对 那要是一般遇到 像您说这种 我们也称为土豪 土豪 我是做教育的 别以为我是做教育的 假土豪是吗 那不是 我们也有文艺范儿的 对吧 我们一般像这种 土豪爸爸 很有钱的购物寄来的时候 我们就得先跟人讲生活 我们这前面有一块湿地 湿地 对 说平时这个湿地 还能看到一个什么白鹿在此飞 所以这自然环境是非常好的 一行白鹿上青天 然后再讲讲我们的园林 说你看我们这一个整个的 你买这套房 你自己家有一个多大的 四十块岩 生活是为了什么呢 因为你觉得它是一个高端人群 就跟土豪说这是高端人群 因为它是在钱上 我们会这样衡量 因为毕竟进来的时候 先要抱着这个车 对 我们就像这个来衡量 你讲完生活以后 他自然而然就说了 说你们这些都有多大的 然后那个 都有多大的 对 我就会说 我说有三百多的 四百多的 你往大的说是吧 往大的说 没 我们会从小说起来 那不能一下说两千平米 那会太开玩笑了 接下来来了一辆木马人 这个客户跟我一样的一个平头 叼了一小烟斗 就是假小资是吗 对 然后呢 然后呢你准备怎么办 像因为我们觉得 开木马人的文件 也值得木马人多少钱是吧 多少钱 就几十万吗 就几十万 跟那个劳斯莱斯 是不能比啊 然后我们就 我们一般来的时候 如果说车上出现了一个误差 我们可能在观察的时候会看 比如说男的客户 我们会看比如说手表 手表 这个人不戴表 只戴珠子 这有点难为我了 因为我不懂那个古玩 对我们还会看男士的手表 然后还有女士的包 这个工业很随意地会对这些人建成负面 比如说假小资啊 土豹子啊 对人的尊重是起码的 那我觉得这一点上都没有满足的话 其实是我对整个行业的失望 不包括是他 但其实这个我没有说对谁 我就会去说你是土豪或你是爆发货 但是只是说我来表达我们可能这行当中评价这个人的时候就是这样来评价的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啊 就是从衣着或者车子并不能判断一个人 开一个好车的也许他是贷款来的 也许是借来的 对 但是还有一些人他其实他真正是富豪 他已经不用名牌的包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你可能会去丢掉你的生意 对会有 当然很多的人 其实我们的营业员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他总是希望通过一种非常简单的方法去判断一个人 确实这些人是有一定的消费力 但是其实还会有一类的人 你是看不出来他到底有多少钱呢 其实现在往往很多这个投资房产的人 看中的是营业员的对市场的判断跟分析能力 还有就是有些有缘甚至免费的帮这个投资人去找租户 去帮他维护房子 对吧 做代课服务 就能做到这种程度 其实拼的现在是服务跟专业 并不是什么技巧 张纳学的法律专业 主要干的是销售 今天来应聘的是培训师和讲师 这就有三不搭 你为什么今天求职的是培训师和讲师呢 因为我突然觉得我挺喜欢培训师和讲师的职业的 什么出动了你 我上大学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培训师和讲师的职业可能是没有特别兴起 要不然就说好像不是很流行的时候呢 我的一个教授就跟我说过 他那个时候就是出去讲课 然后就说薪水还是不错的 然后那个时候他也挺想培养我的 然后我呢又不太 我就觉得这是什么职业啊 我就不太了解 我就放弃了 这会儿你怎么喜欢了呢 后来这几年的时候听说培训师和讲师的薪水还是比较高的 那你做过培训师和讲师吗 我做过公司的内培就是我当时做完就是升到主管以后就可以给员工做培训 没有做过专业的 受过这方面培训吗你自己 受过没有 受过这方面培训 没有 没做过 那你怎么给自己开一万的这个底薪呢 对啊 就是你理由是什么 要价不菲 希望金金一万以上 是吧 是的 因为我问过做讲师的朋友 说现在的市场的 你这信息太重要了 你问过的是一个做过讲师的朋友 而不是你做过讲师 对 我没有做过 那你怎么衡量这个对等的这个问题啊 他能拿一万不带你 逻辑关系不对啊 我也有一个自己经济上的一个考虑 因为薪水太低的话我觉得也是不够我自己的一个生活标准的 那你这就更不对了 这是你的转行代价啊 这样张大 所以你就应该继续做销售对吧 对张大 这句话你能不能再解释一下 你觉得你的薪水 你觉得你的生活标准降不下来 所以你需要有一个最低保障 对 就是最低保障的原因是因为我 我妈妈一直住院 我觉得太低了的话 我就有后顾之后 这是两码事 我们想听的是你值不值 你不能说你的生活条件需要多少你就开多少 而是你的能力匹配多少就是多少 对 因为我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才艺展示 因为但是我觉得 在相比之下 我觉得我自己还是比较适合这个职业的 张大不是你表态而是逻辑 我们都听得出来 第一个你做房地产的时候 平均收入是多少 最好的时候的年薪能达到三十多个 对 三十多万现在是每况愈下对吧 因为不好卖 对对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个你没有什么发展前景的事业 对 你要退出 是 现在你要换一个行业 但是这个行业你没干过 对 是不是就要跟你刚进房地产之后 从零开始的时候 一个月拿几千块钱那样的 是不是一个道理呢 是 陈总 您说的这些我都能理解 因为那个 我确实说了我也真的没有什么才艺可以展示的 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达到一个这样的心境 我这么跟你说吧 你的能力和身价至少一万以上 但是螺丝就是螺丝 翻样盘就是翻样盘 用翻样盘当螺丝是没用的 杜子健在这一块可能 在营销这一块可能月薪了这个二十万 但如果你叫我去讲管理 一文不值 价值讲对等 所以你选择的恰恰是不对等 谢谢杜老师 补充一个信息啊 其实关于这一万底薪的事情 我在台下跟他沟通的时候 我再三提醒过他 我说你作为转行的话 这个起得有点高了 能不能调整 他非常的坚定和自信 他说先不调了 他认为他自己非常的胜任 所以我觉得既然有这个自信 我觉得咱们也没有必要用 再过多的这个时间去说服 我觉得没有必要 说得很明白了 他说了我没有从业经验 我没有干过 我就是觉得我合适 我想借刚刚张大说的 他朋友说培训师的薪资的事情 我给大家一个正确的观念 就是我的团队中 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来的时候呢 来当我的助理 来我们公司工作 然后听我讲了十堂课之后 出去就说 我是周思敏老师的弟子 就出去讲课 他觉得自己了不起了 觉得很棒 其实他没有上过任何的正规训练 没有我们的任何受证 有可能赚到一万块钱 可是这不是一个常态 我这样讲你理解吗 好的 其实我还蛮看重你的 我希望你能够有一段演讲给我们 也许你认知 跟我们想象的认知是不一样的 我希望看到你的素质 好吗 对 所以你能教我一下吗 给你 因为你说你是想做培训讲师的 对吗 那之前在你的从业经验里边 你最拿得出手的 就是做销售房地产 所以不管销售什么 销售其实是相通的 所以在现场 你现在来培训我 怎么样做销售 对 我们都是新来的销售人员 我们都是新来的销售人员 培训房地产销售 对 嗨 我们就是卖非你莫属公寓的 都是一室一厅 给都市白领住的 你就教我们怎么卖这房子就行 对 来吧 两分钟抓住这个机会 那个 今天都是刚来到公司是吧 是的 那个给你们那个先做个培训吧 了解一下我们这个产品 这个地理位置是非常好的 现在在二环边上 现在的客户大多数都很考虑地域的 因为北京特别的堵车 所以我说你们到时候 一定要了解一个客户的心理 首先你要先了解看看客户的心理 他是到底他是选哪一个 是东南西北哪的 你别一上来就跟客户说 我这房子房子多好 没有用 如果只有传授能力 那肯定是讲得很空 真正好的管理培训 是要有丰富的经验 做支撑的 这个知识内容的有效传授 首先你这么讲 根本就不是培训师的讲法 是老师带徒弟的讲法 而且口气也不是特别的好 你调整调整 能不能有点模块 有点逻辑性 你谁也得告诉我们 这些新人 我们的能力培养目标都分哪些吧 然后你才能过渡到 企业的产品销售目标吧 我觉得他根本不可能 我觉得太专业了 他不可能 我只有最后一个问题 我还是想挖掘一下 你讲一段故事可以吗 特别简单的故事 好吧 就是讲一段故事吧 那叫 这个故事就叫《隐形之爱》吧 小的时候 老师特别讨厌一种唠叨 还有一种磨叽 后来大了 我慢慢了解了 其实那是一种隐形之爱 因为是母亲对我们的一种爱 大了的时候 我特别希望她在我身边唠叨 后来在我真的工作了 一年都回不去一次的时候 我妈妈的电话是 从前的一天三次 后来变成了一天两次 到后来的时候是一周一次 我就一直都不明白 我还觉得好开心 我说终于不再给我打电话了 不再跟我唠叨了 但是其实慢慢大了的时候 我才知道 妈妈是怕打扰我们的生活 而在去年一直到我母亲生病 可以了 张娜 这个题目是我出的 我点评一下 我觉得你是真的 一点演讲基础都没有 你就是一个零 所以我觉得你综合素质很好 我还是想给我自己一个机会 假如你的薪资只在四千块钱 你可以做从助理开始 最简单的讲师做起 你愿意 算了吧 谢谢高老师 我觉得有些事情 就是不能妥协的 就是为什么一到高薪 大家就开始争论高薪 而不从别的方面 去挖掘这个面试者 这样不仅仅是一个 薪水滴的问题 而且我觉得是我对我 我这个人的一个否定吧 他没有做好转行的心理准备 你不可能说你之前 你做销售的时候 你一个月一万多 两万多的薪水 然后你转行来做培训 做一个职场小白 你还要从一万起薪 没有企业会给你这个学习 花这么高的薪水去买单的 第一轮选择 聚货磊 我可以体会 我们有挺多的年轻人 听说培训师挺赚钱 动动嘴巴鼻子就能赚钱 所以动不动以为 培训师这个行业 捞钱特快 都按小时收费呢 你看看 是不是 好像那培训我嘴巴 哒哒哒哒 我也行 好多人是这样认为的 但真有那么容易做吗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 周思敏 你有必要站起来 为有一些想要从事 这个行业的年轻人 说清楚培训师 有没有那么好做 好 这些好多人 以一个主持人特好做 动个嘴巴鼻子就能做 我想跟所有的全国 特别想成为培训师的人 说一句最实在的话 培训师绝对是一个体力活 除了这个体力活之外 还有一点 你要有坚强的意志 你要有充分的这种词汇 以及知识 还要成为这个专业中的专家 如果不是 我建议你真的要扎扎实实 想把时间用在其他的方向 可能会更好 来 祝你成功 调声好 我相信如果你在台下想清楚了 再去找周思敏 同样是4000块钱的底线 还想做培训师 他依然欢迎你 好吗 是的 欢迎你 因为首先培训师 是我以后的一个发展趋势吧 往后我也可能会往这方面一个发展 但是至于底薪的这个 一万块钱 我是也有自己的一个衡量 在北京生活 因为太低了 我觉得还是跟自己的经济是画钩了 还是 外国人的单线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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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